龙竹抄77话,巴达哥救下格兰姆子,悟空首次得知自己父亲的过去。 龙竹抄有关77话的具体图痛有所公开,本话虽然说是回忆杀为主的内容,不过看点还是蛮高的。 毕竟巴达克算是在最正统的漫画中首次登场和活跃了一下,弗利萨大王的回忆杀不算,其救下格兰姆子的操作算是给悟空留了一个后路,而悟空也算是首次得知自己父亲的过去,场面一度非常的欢乐。 塞亚人的入侵被西里尔人破坏月亮所阻止,不过凭借塞亚人的战斗力,依旧是绵牙的趋势,巴达克在进攻中发现了格兰姆子,其看到格兰姆子的时候意外懂了侧隐之心,没有下杀手。 主要是巴达克在回忆中想起了自己出战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塔卡洛特,这也是巴达克第一次看到婴儿,拉蒂兹是真的惨。 巴达克当时犹豫了,格兰亲妈没想那么多,上来用狙击光弹打碎了巴达克的庄稼,不过巴达克并没有反击也没有出手,反而主动示好,比克通知要撤退了。 巴达克隐瞒了幸存的母子两人,莫奈特藏好了龙珠想要和巴达克战斗,其战斗力是213,不过巴达克没有战役,让他们赶紧藏好,毕竟弗利萨要来了。 受到巴达克的帮助,格兰母子和莫奈特成功活了下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巴达克注意到了脏变军团和弗利萨军团分赃的行为没多想。 结果因为格兰诺拉醒过来后的声音吸引了西帕,方便军团打算灭口,巴达克原本想阻止,虽然和加斯展开对决。 但是格兰亲妈不愿被枪击挂了,也就是说真正的杀母仇人,实际上是方便军团,加斯应该才是这个篇章的最终boss。 而悟空通过被吉他的爆料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巴达克是自己的父亲,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惊讶,悟空首次得知自己父亲的过去,格兰诺拉这次应该也真正的话迪唯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